你不是跟我孙子一样大吗 怎么能不着急呢 要我说 你们啊 都是被工作耽误了 张杰 你手机响了 哪儿响了 我也没听见呢 你怎么认识我们家冬子的 我俩是高中同学 怎么没听说过啊 我高三的时候 你怎么认识我们家冬子的 去上海的亲戚家寄宿了 在那边参加的高考上了大学 所以陈白东对我印象不深 大学生啊 研究生 工作两年之后读的 太了不起了 楠楠 你刚不说你困了 困 谁困的 要我困你困 我那天哪 光固着跟你说我孙子了 我都忘了问你了 你现在还摇对象吗 摇上吧 楠楠 我 我不着急摇 想先以工作为主 你不是跟我孙子一样大吗 怎么能不着急呢 要我说 你们哪 都是被工作耽误了 你看 我孙子 儿历之年的大小伙子 有编制的公务员 在镇上那可受景仰啊 这不 今天这个答谢宴 非得把他请来 做C位 不来还不开心啊 奶奶 奶奶您真时尚 还知道C位呢 你们俩别打岔 跟我把话说完嘛 好 我孙子身体胖胖 没事啊他就健身 多少年都不带感冒的 还有啊 前年哪 在我们镇东头啊 买了一套 粮食一厅的楼房 哎呦可高档了 装潢得可好了 庄杰 你手机响了 哪响了 我也没听见呢 调静音了 这麦东眼神真好 奶奶 后面外卖催我了 刚聊太开心我都忘了 回头咱们微信聊好不好 你 你别总那么急啊 你们俩加微信了嘛 那行 不耽误你送机了 奶奶再见 多逃人喜欢的姑娘啊 是 长得白净 眼神激励 身形又好 关键是他还单身呢